嗨 大家好 我是雷雅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红黑绑的主题 就是近期有哪些东西是比较好用 我可以把它放在红绑里 然后有哪些东西呢 是雷品 然后我要去吐槽它的 那这一期分享呢 可能会雷品 会占的比例稍微那么大一点点 那如果说你对今天的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跟我一起看下去了 那说在前面的话呢 就是这一期视频所有的这些使用的感受 还有我分享的东西呢 都是仅仅对于我个人而言的 人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肤质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使用时间段 不同的年龄 使用下来的感觉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肤质 我是一个干皮 黄二白 坐标呢 是北京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这期视频呢 也是仅仅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你们在种草或者把草之前呢 都应该去再多做一点功课 好 那么首先呢 来说红绑 红绑的话 第一个是这个卸妆水 这个是曼丹的卸妆水 然后我用了他们家之前这个 就是眼唇蟹 这个是我很久之前 我去日本的时候 自己在那个妖妆店买的 然后买了这一套 各位也已经用空了 然后这个呢 也基本上空瓶了 剩这么一点点 我使用它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清洁力特别强 用这个贝德玛嘛 贝德玛也快空了 但是这两个来说呢 一般的话我如果画那种很简单 很日常的淡妆的话 我就会用贝德玛 如果我会画这种 就上镜的这种妆啊 或者稍微妆浓一点的话呢 就会用曼丹的这个 这个的清洁力真的比较强 它又是很温和的那种感觉 就它跟贝德玛用起来 就是如果说你画同一种妆的话 贝德玛卸下来的东西 没有它卸下来的多 我觉得这个的清洁力比较好 但是又 你用的话皮肤也没有什么负担感 基本没有什么味道 就用起来是比较舒服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欧书丹的这个护手霜 这个是玫瑰味的 为什么它好用呢 因为现在也不是秋冬嘛 自己搬出来住之后呢 我就要每天做做饭呀 然后洗碗之类的 所以这护手霜的需求量就特别大 手真的很容易干 但比较注重就是手部的保养 黑管呢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好携带 就是它很小一只嘛 就平常放在包包里啊 或者就是你直接摆在手旁边 就很好用的那种 它味道就是很好闻 再加上它涂抹起来的那个质地 就是那种非常的清爽的那种 就我讨厌一切 就是让我涂上去之后 是那种很油腻感觉的东西 所以就是吸收特别快 就是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就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质感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这一款 这一款呢是马兴尼的深层修复发膜 它的包装呢就是这种粉粉的特别可爱的这种 那打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呢就是这样的膏体 我之前用过它家的那个发油嘛 就是那个小罐的那个粉色的那个发油 我觉得非常好用 刚好我这段时间那个 我们之前用那个自认堂的那个大红罐的那个发膜用完了 说到这个瞬间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包装给那个要好看 然后特别少女心的那种 它的味道呢是那种特别甜 就特别特别甜 特别清新的那种花果香的味道 属于那种直男的都特别喜欢的那种 就那是斩男香的味道 它的功能呢主要主打的呢 是一个深层修复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沙发发质嘛 所以就是很毛躁 尤其是我还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女孩在洗完头发之后 用那个干发帽包着它 我就睡觉了 我就不吹头发的那种 所以就以前的时候经常会早上起来之后 头发就会炸毛 那用了这个之后呢 就属于那种 你看我昨天晚上也是那么顺 但是今天起来之后 头发就是很顺滑的这种 顺而且特别有亮度的这种 反正你平常洗澡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护发素来使的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奢侈 但是当护发素来使的话 就是洗完的特别顺 那你如果把它当发毛来使的话 你就要可能要配合像 余梦还可以让它在你的头发上 停留的时间久一点 那效果呢就会更好 用完之后呢 就是完全就不会有什么干枯呀分叉 就头发就是像 就是这种特别有光泽感的这种感觉 那之前就是因为大家老说 我头发顺 想问我在用什么 就是头发护理的产品嘛 所以就刚好这次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说 接下来呢是这一个喷雾 北京 跟你们说一入秋之后 风就真的是特别大 整个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干了起来 喷雾是绝对不能少的 就作为喷雾框膜本膜 就是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出一个喷雾合计 我觉得呢我们家喷雾特别特别特别多 那我是一个干皮 再加上我平常就是工作就是经常性的对着相机啊 电脑啊手机啊 就这种 嗯 你知道这种做久了会很干的这种东西 因为我对补水的需求就是很大 这个喷雾呢 它里面主要添加的一个成分呢 是B5成分 它B5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一个修复受损 然后改善干燥 还有一个稳定肌肤 它里面还添加了小分子的剥酱酸 还有烟细胺的成分 这些成分呢都有补水和体量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喷雾 就是很细的这种喷雾 色无味 就没有任何的防抚击和添加剂 就是敏感肌和孕妇 桌子也可以用 我最喜欢就是它这个细密的这个 看 细密的这个喷雾 因为它那个补水的效果比较好 就是你喷完之后 你的脸就特别水的那种 所以我一般就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面 然后就点到旁边这种 平常如果不拍视频的话 就是素颜的情况比较多嘛 然后就会剪视频什么的 如果时间长的话 就在电脑面前 像T区这些有出油的话 我就在喷你们直接拿 化妆棉子可以有一个二次清洁这种 接下来的话感觉就是 补水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呢是这一个 戴科的这个散粉 这个我之前在购物分享里面 也出现过了 那这个呢因为是红包嘛 所以我要夸一夸它 就它一个要夸的就是它 颜值高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这个包装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粉撲 这个粉撲真的特别特别的柔软 看点之后没有任何的异物 感觉特别特别轻敷 很舒服 它上面有一层小绒毛嘛 超舒服的 它里面的这个粉质呢 因为我买的是那个 就是不是哑光的 是有一点点亮闪的那种 但它这个亮又很细腻 就如果说你不喜欢那种 就是完全雾面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试一下这种 就是它 但它们家也有哑光的 就我还是比较喜欢 稍微带点亮 因为马上秋冬了嘛 你想你用的口红什么的 一般的话就可能会 全部都换成雾面的 那我希望皮肤就不要太干燥 因为冬天秋冬看起来太干的话 就会整个人会觉得很紧动 我希望我的底妆在秋冬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亮的感觉 它粉质特别特别特别细 就是细到那种凝妆感 你上了它之后虽然有定妆效果 但你整个脸上就不是那种 很厚重的那种粉上脸的感觉 就特别细腻 接下来呢是这一个妙巴黎的这个口红 这个唇釉 我这个其实是在上一次 你们给我粉推开架口红的那一期 大家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不是买了好多好多 还给你们晒过订单吗 那为什么把这个单都拿出来说呢 是因为我本来想这两天就给你们录的 但是我那天在翻我的购物记录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3CE的 你们推荐的一个唇釉 到现在还没有发过 它当时好像是 因为是代购嘛 所以它当时好像是说18号发来着 但是它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货 我就很 就 我还在等那个东西来了 就我还是想等那个来了之后 就一起给你们拍 两天也一直都在试用 所以就选了这一个 我觉得还颜色挺好看的 我之前有涂着 你们还问我的这个颜色 来给你们先分享一个吧 先分享一个好看的 就它涂在 那个嘴巴上面 就是特别瘦滑 特别好涂开的那种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 写着就是秋冬的名字 就是 就是很秋冬很秋冬的这个颜色 特别特别好看 颜色有点像 我之前用的那个 湿油眼的那个 口红的914还是913C来着 就是 特别好看的颜色 但是那个 因为湿油眼的那个 就是闻起来特别臭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是 不难闻 而且它很顺滑 它凸起来比湿油眼的质感要好 那这个具体的上嘴巴的那个呢 我先给你们卖个关子 就先给你们看下手臂 湿色就突然就很好看 那等那个 3CE的口红来了 我会给你们录那一期 粉推的开架口红的合集 那就 让你们也小小的期待一下 那么 以上呢 说的都是红棒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黑棒 说一遍就是 以下的所有的黑棒的东西呢 都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用 仅仅是我个人觉得不好用 还有一个就说呢 我买到假货的概率就是 不大 我觉得应该都 没有什么假的 所以就是可能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用 不把我觉得不好用的原因 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第一个呢 是在庄柜买的这一个眉包帘的橡皮擦 你们看我就没有用多少 就是满的 基本上是 拿回来就可能用了 那么一两次吧 再用Fate Me嘛 就它跟Fate Me比起来 它没有Fate Me好用 而且它这个就是头啊 是我要涂擦它的这个地方 就你们看这个头 就 对焦啊 就你们看它这个头 真的 我觉得很 怎么说呢 就我真的觉得很不卫生 你这一支的话 其实它里面的量还是挺多的 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它用完 每一次就是它这个兜里出来之后都点在这个上面 而且只有一个这个小盖吧 它这样子盖着 我觉得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吧 就你这样子盖着密封起来 然后捂在里面 就总感觉它不卫生 而且它这个海绵 就是它这个海绵头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一般的那种就是小的那种就是海绵头像唇用那种的 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是完全暴露在里面 它不是一个很真空的环节 那种的话它其实封在里面 然后有膏体什么的包裹 我倒觉得还没有那么容易变质 这个的话我就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太卫生 你每次都是就直接就上脸 或者是怎么样 就你涂下来就接触到脸的这种 又把它又这样的再推进去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卫生 第二个是我想吐槽的这个小厨局的这一个护手霜 这个包装很好看 我当时就是被包装吸引了 它里面呢就是这种膏体 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质感 它挖出来一坨之后 它其实有一点点 就是比凡士林伤的转弱一点点的那种膏体 其实也是膏体 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 怎么说呢 就是它上手之后 你涂抹开之后 它是那种油润感 就我之前也说了嘛 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清爽感的东西 我不选它的理由 仅仅是我不选它的油 就那个油润感 也就可能喜欢油润感的人 会觉得它真的挺好用的 但是我不喜欢油润感 我喜欢那种清爽质感 我就觉得它有点腻 而且涂了之后那个手 就是那腻腻的感觉 可能就不太喜欢 包装还挺好看的 而且它这个也比较小嘛 你可以适合放在各种地方 还有一个呢 叫吐槽的 就是它的这个盖 特别容易打开 就基本上就是盖不实的那种 很容易就打开 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包包里啊什么的 就是稍微蹭一下 它就开了 它就两点 一个呢就是它太油了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包装 你看轻轻一碰就开了 接下来呢是一个网红产品 你们在我视频里面 也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Kate的那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最近都不用它了 我为什么不用它了呢 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这个产品 N多人说好 其实我现在还是想夸它了 就是它颜色真的做的 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就是粉质在我就是没有用成这样子之前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而且跟我的发色什么的都很配 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你看到它的结块了吗 我真的很无奈 你知道吗 这个结块啊 怎么刷都刷不掉 你只有拿刀把它这个结块这里 给它就是挖掉那一块之后 你再去取粉它才好好用 两个色确实还都蛮好用的 就怎么说呢 就还是想把它就是吐槽一下 就觉得 大家要买的时候 也会考虑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是其他的眉粉 你用很长时间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阴成这样 就真的是特别不好取分的这种 接下来呢 是一个居多的一个唇油 就是上一期 你们推荐的那个粉丝国货 推荐粉推产品里面入的 然后我之前不是给你们试色了吗 那还有就是新来的小伙伴们都再给你们试一下色 味道特别好闻 颜色也特别好看 那伤在嘴巴上是那种 亮亮的会沉默的那种 为什么不喜欢它 不是因为它的颜色 也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各种 我觉得它的颜色特别好看 涂在嘴巴上面的效果也特别好看 就是它这么评价 能做出这种质感的唇油来说 我觉得国货做的非常棒 我为什么今天要吐槽它呢 太难卸了 跟染唇液一样 就是拿专门的眼唇卸都卸不掉的那种 很无奈就是你涂一支这个之后 就很持久 就它那个膜没了之后还是很持久 就持有性方面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太难卸这方面来说也是 就你一天下来 你晚上用眼唇卸都卸不下来的那种 可能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槽点吧 但可能对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不算槽点 我还是想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 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唇釉的产品 你们有记得吗 我刚刚在红包里面表扬过这一支 吐槽的是这一支 两个是一个牌子 似乎不一样 但是哈 那这一支就好涂得不得了 就是特别顺滑 你一涂就涂开了 这一支哈 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怎么会遮量的 难道是品控的问题吗 我买的 你们看到吗 你们看到这个涂了吗 特别斑驳 就是 就你在嘴上就是更涂不开的那种 要怎么形容就是那一支 可能就是你一涂就 哇 整个嘴巴就上色了 这一支就属于那种 你涂上去之后 它就是一块一块 你们见过那种涂不匀的 唇膏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一块一块的是斑驳的 那我直播过一次涂过这个 颜色是真好看 这一支的颜色是真好看 在那个粉推的开架口红里面 给你们来试色 但是它真的是不好涂 一块一块的 就是那天直播的时候 大家就说 你这个就涂不开呀 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同一个牌子的口红 一支特别好用 一支就涂不开 好那么最后一个呢 要吐槽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支完美日记的 这个睫毛膏 因为之前有跟他们家 合作过 那个唇用嘛 还有口红嘛 真的都非常好用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家火的这一支睫毛膏 这支是我之前粉丝推荐国货里面 就是你们给我推荐我自己买的 不是合作的产品 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吐槽它 它真的非常的难用 就是难用到一个什么境界 就是你看它这种细头吧 你会觉得它一定是一个 不容易出错的一支睫毛膏 然后你突出下睫毛什么的 应该会非常的完美 因为很细嘛 就很好吐 其实呢 就是它完全没有什么卵用 它只会有把你刚夹翘的睫毛 给你刷塌下来的一个问题 这一支呢 就是把妹子做到了 如何把你刚夹翘的睫毛 给你直接刷塌 做功课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人说它特别晕 但是在我的眼睛上面 没有出现有晕妆的情况 也没有出现掉渣的情况 我只是觉得它 涂不翘睫毛 然后效果不好 所以我会吐槽它 但如果你们有用过这一支 好用或者不好用的 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红帮有黑帮 你有没有种到草 和有没有拔草的呢 大家能够多多投币多收藏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